在东南亚老欧摩丁经济特区新开的一家酒吧 它内部长什么样 现在我来到了这个摩丁一号这里面 接下来我带你们一探究竟 跟上镜头别走开 摩丁一号 在这个旧的一站式服务中心这里 听到里面音乐的动静了吗 感觉应该是在市营业 这是进来里面的这个感觉 好像有点像国内那种酒吧的那种感觉 这个氛围好像挺强的 这里还配了一个储物柜 但是有一说一储物柜的数量好像不太够 只有24个 如果说搞一个付费 这样子让一些真正有需要储物的人去储物 我是觉得可以 但如果订的太便宜 大家都要存不够存也尴尬 是进了刚刚那个隔音部这里面 哇靠你们感受一下 就背面这一块隔音部进来 这个是它的一个过道的装修 给你们感受一下 哇塞 花花绿绿的 这里面是厕所 左边的是男的 右边的是女的 其实装修的挺豪华的 男厕所有6个尿池 隔间 123455个卫生间的隔间 还在装修 卫生间 还快好了 等于说它这个地方有两层隔音部 一边这里一层 这里又有一层 给你们看看酒吧内部的小卡 闪台 还有那边的大卡 这样的一个大卡 你们感受一下 装修其实是个人感觉相当的不错了 不知道消费怎么样 有没有人感兴趣的 在评论区告诉我 这个是坐在闪台上这里的视角 感受一下 有没有喜欢这样的环境的 把账给我扣到屏幕上 不知道这里面的WiFi 有没有配 如果有配一个超强的WiFi 允许我们这些搞自媒体的 搞直播的人 在这里面开播的话 我觉得应该是相当的不错 闪台的这里有一个高台 这里有好几栏的那个高台 可以站在高台上蹦 也可能是用来间隔的 底下有我们的柴角的地方 这上面应该就是DJ台了 目前还没有正式营业 所以但是这个桌子有一说一是真的好 兄弟们你看下面竟然是空的 那不是DJ的腿美不美 就看桌底下 从DJ的这一面 转过来到背面这里 应该是买单点酒的一个地方了 这个区域就是那个大卡了 这个应该是大卡 大卡边上连着小卡 等于说它有一个两个三个四五个大卡 其他的就是小卡 还有三台分了三种档次 这里应该就是点酒的八台了 其实我挺喜欢这种红蓝的吊吊 这个装修相当的带劲 你们感受一下吧 我都有点持久了你知道吗 我真的没想过在老沃摩丁这个地方 既然能开出装修出这么样的一个 就像在国内一样的酒吧出来 兄弟们我发现了一个好东西 这里是后厨 这里就不管了 这里有一个拐角 从这个小道上去 在这个小道里面 轻轻握握应该可以的上来 哇塞 兄弟们 这上面是VIP SuperVIP的位置 超级卡座 这边还有一个更大的 超级VIP的卡座 哇塞 然后这个超级卡座的正前方 就是这个DJ台吧 我辞求了不知道说什么了 心情有一点波动 有一点点激动 如果是开着直播 不知道平台会不会给我判定违规 但是我们接下来 蹲下来 前往这个DJ台 一览众声响 给你们一个不一样的视角 从DJ台往下俯视看的一个视角 不过一般情况下 普通人应该不能上DJ台这里了 后来我要上你们展示的一个功能 是投屏功能 就是说它上面大屏幕的镜头 能够时不时的抓取一下 在现场的人员的镜头 比方说像现在这样 它抓取的是这边的卡座的 这些美女的镜头 然后把你的镜头投屏到 整个酒吧的大屏上 发现了没有 这里有个高台 原来是给这些吉平 在上面跳舞的 现场有很多个高台 这里有 那里有 那里有 这里有 这里也有 这边也有 我感觉这样的高台 真的很适合老欧妹 踩在天空上 蹦啊蹦啊蹦啊蹦 这里有两个底衣体 好像挺好看的 挺可爱的 哇塑 这里又有两个大长腿 多的美女 又没有喜欢的 接下来是0.5倍视角的 余眼镜头 带你们一览整个酒吧的 寒静氛围 我们看一下一楼二楼 好了 好了 本期的摩定一号的酒吧视频 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见